在我身后就是一台回旋粒子加速器 它可以把一颗带电粒子加速到10的6次方电子伏特 在几十年前的物理学界 科学家就是用它来研究基础物理和粒子物理的 但由于现在设计原理的限制 它的能量级别已经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我们目前只能用这类加速器 做一些癌症方向或者是其他相似能量级的研究 除了回旋加速器以外 我们还有能量级更高的线性加速器 例如斯坦福的Slack 以及之前在日内瓦带你们看到过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这些都属于我们人类建造的粒子加速器 而在宇宙中却天然存在着一些天体 可以当作是粒子加速器 我们在地球上监测到的这些高能宇宙射线 就是来自于这些天体 那今天我们就要聊一下在宇宙中的粒子加速器 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一下子看到了最高能量的光子 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达到了1.4个π电子幅 观测到迄今为止最高能量的伽码射线辐射 那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已经聊到了 利用Air Shower Trink of Light去探测高能宇宙射线 那这一期我们就要聊一下这些高能宇宙射线的源头 以及它的加速机制是什么 那在我们的宇宙中心 有很多天体都可以充当为粒子加速器的作用 那例如超新星一计 脉冲星 黑洞 双星合并产生的反应 以及本次最有可能成为PEV级别能量源头的 PALSA-WEN-NEBLER PWN 脉冲风星云 那这里的PEV级别呢 就是10的15次方电子伏特级别 那不管是哪一种天体 它的能量产生或者说粒子加速机制呢 都是非常复杂的 尤其是像一些天体 它同时包含了超强的引力 非常复杂的磁场 电场 以及自身运动旋转 那使得研究这些粒子加速机制呢 就变得尤为困难了 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些知识呢 并不是最完善的解释 但这也就是高能天体研究所存在的意义了 像是我们较为了解的 应该就是超新星仪器了 那超新星爆发会向外抛洒出大量的物质 质量相当于数个太阳质量 在一瞬间就可以释放出 10的51次方2个的能量 这个能量就差不多等同于 把太阳从出生到现在40多亿年来 所有释放的能量全部加起来的总和 那向外抛洒出来的这些物质呢 会形成冲击波并且挤压周围的星际间物质 当带电粒子穿过冲击波区域的时候呢 会在内部不断反弹 并且获得能量 我们把这种方式呢叫做费米加速 这些抛洒出来的物质一半的动能都会被转化到了 像质子呀电子呀这些粒子当中去 这样我们就拥有了一个天然的粒子加速器 在这个图中就是由 Fermi-Lat-Gamma射线 卫星望远镜 探测到的超新星遗迹 那对于标注的这些天体来说呢 我们观测到的射线能量级别 都在10的9次方 电子伏特以上 也就是这一位级别 那还有一种加速器就是中子星 或者说是旋转并且带有磁极的中子星 那这类星体呢有个专有的名称叫做脉冲星 在超新星爆发之后呢 内核物质会坍塌成一个中子星 那由于内核半径急剧缩小 再加上角动量守红的因素呢 这个星体会达到一个非常快的旋转速度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超新星爆炸都会产生脉冲星 这和它的初始的旋转能量以及动能有关 当星体的旋转轴和磁场轴不在一个方向时呢 带电粒子和光子就会从磁极的方向抛射出去 当这束射线照到地球时呢 我们就会暂时的收到这束信号 这也就是脉冲一词的由来了 那它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灯塔一样 虽然它一直在发光释放能量 但是只有在照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 由于我们接收的是无线电信号 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听到脉冲星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像这样的天体呢 粒子加速机制就非常复杂了 它包括了光子产生正电子和负电子 并且粒子受磁场影响加速 或者是磁场旋转导致的向外发射的电磁辐射等 那在这里呢就不过多赘述了 另外脉冲星还有一种扩展的形态 叫做脉冲风星云 它也算得上是星云内核的一部分了 脉冲星会向外释放出冲击波 并且以中心辐射状抛洒出粒子 到达冲击波边界区域的时候 粒子的运动方向就会变成了随机方向上的运动 在这边区域呢 主要是有两种加速机制 就是同步加速和逆康普敦辐射 带电粒子会随着磁场方向进行螺旋运动 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向外释放出辐射 那磁场越强 粒子能量越高 释放出来的射线 它的能量就越强 那这就是同步加速的机制 当高能的电子与低能量的光子发生碰撞时呢 也会产生高能的宇宙射线 那这种反应呢 就叫逆康普敦辐射 它可以看作是把低能量的光子 加速到了一个高能射线的过程 我们在脉冲锋星云或者是星云中 会很明显的看到这两个反应所产生的能量 那这个图呢 就是卸状星云的光谱能量分布了 左侧的这个波峰呢 就属于同步加速所产生的射线 那右侧这个波峰呢 就属于是逆康普敦辐射所产生的射线 你其实可以在这个图中看出来 这些能量都是G一位 也就是10的9次方电子伏特级别 或者是T一位 10的12次方电子伏特能量级别 那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P一位 10的15次方电子伏特能量级别 那其实还有一种加速机制有可能会产生P一位级别的射线 那它就是磁重连 简单来说呢 就是磁场线本身是不能相交的 但是当两条相对方向上的磁场线融合的时候呢 这个过程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这就有可能造就了P一位能量的源头 但是目前来说呢 这些都是还需要再探索的问题 除了上述说的这些天体以外呢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当作宇宙中的加速器 那类似于黑洞 Quasar 或者是中子星和黑洞合并 中子星和大质量恒星合并等 那如果你要说这些能量是外星高等文明发射出来的话呢 我其实是100个不信的 因为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能量级别呢 已经非常高了 不会是在高等文明可操作的范围内 在很多年前我刚学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只接收过T一位能量级别的射线 当时我的教授还并不认为银河系内存在着这样超高能量的加速器 否则它会是对我们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科学就是这样子 每一次探究 每一次新的发现 就是打破我们过去的认知 好了 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物理 你也喜欢天文 别忘了给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